在上一集的视频当中 我给大家讲述了 关于到外面来画风景写生所需要的工具 但是很多朋友跟我说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是材料 所以我想今天就把我的一套装备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是介绍我的凳子 另外一个凳子 这个凳子是用来放工具的 三脚架 这个三脚架是专门用来的 就是支撑画箱的 我们放一个净镜头 它的打开情况是这样 打开以后这里面也可以伸缩 可以好几个档次 可以拉 通常我写生一般坐下来写生 基本上拉一格就够了 有的时候站立写生的时候需要全部拉开 下面它这里可以一个提升的 可以再可以提升 它这里有一个水瓶器 这里有一个水瓶器 是用来控制这个画板的平行的 我们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 画箱支架的具体的材料 那么现在再展示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画箱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画箱呢是这样打开 打开以后呢 它这里面有一支支架 支架它是用磁性的 这个画板就是放在这个上面 用这个卡住 这个是调节可以调节角度 这块板呢是可以抽开的 可以拿开 这上面是调颜色 这个可以调角度 这里可以放一些小型工具 好 大家进去看一下 这里有个卡扣 我把这个旋紧 放直 好 钩顶完了 钩顶完了以后呢 可以旋转 也可以升高 也可以降低 通常这个高度就可以 如果因为地面不平呢 再调节一下三脚架的位置 好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呢这个一个工作面就好了 我们打开 把画板放上去 好 这样就可以写生了 在这里挤上颜色 还一样呢就是 这是我的一个拍摄架 因为我在外面做视频 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呢 他在外面画写生 也希望给自己做一下 做一个拍摄的流影 那么就准备一个拍摄架 这有这样一个拍摄架 那么这个拍摄工作呢就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拍摄 一边写生 一边看着风景写生 一边就在这里拍摄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东西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所有的颜料 就是我的颜料 颜料箱 所有的颜料都在这里 各种不同的颜料 我这里呢分成三格 那么也就是颜色把它分成 红的色调 色系 蓝的色系 和黄的色系 红黄蓝 三种色系 有几样关键的物件 要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这是一个放调色油的小罐 那么在写生的时候呢 是非常重要的 在准备工具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准备好 夹在这里 接下来呢 第二个重要的工具呢 就是这个洗笔的罐子 因为这个罐子呢 打开以后呢 里面有两层 在洗笔以后呢 里面放了专门的洗笔的药水 什么样的药水呢 就是这样的药水 把这个药水放在这里面 用来洗 清洗油画笔 然后呢 它因为是两层 所以说呢 洗完笔以后 它的那个沉淀呢 在下面一层 上面是保持那个水是清洁的 所以这个罐子 在写生的时候 一定要携带 所以说洗笔水和调色油 再两样物体一定要带 这是洗笔水 这是调色油 当然油画笔 油画刀 这是必不可少的 都是需要带的 这是写生一定要带的 另外还有一样 出来写生必须要带的东西 就是说 当我们的油画 画完以后 还没有干 怎么样把这个油画 带回家 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在荒郊野地 画完了油画以后 这个油画 怎么带回去 可能途中还要上电 撑地铁撑巴士 甚至于等等交通 或者经过一些繁忙的路段 这样拿着这个画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专门有一个专业的工具 就是一个夹子 这个的夹子在美术店有卖 就是通过这个物件 把两张油画相向而对 然后用这个夹子两面夹起来 然后把这个油画可以带走 这样的话确保两张油画之间不会碰 另外呢就是准备两个画板 其实外面画写成有的时候会画到两块 这样的两个相向而夹 这样夹起来 它永远不会靠拢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这里的东西都在这 那颜料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绘画的颜料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有一样必须要带的 就是清理油画用的纸 绘画工具介绍完了 现在呢我介绍一下 所带的生活用品 最重要的是带一些饮料和水 那么尤其是热水特别重要 像秋季到来 在室外画风景画 有热水喝是非常好的 便于自己写生的时候 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那么那些简单的食物 这是生活用品 另外呢还有一样东西给大家介绍 钓野地写生 有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登山障 所以安全的考虑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小动物 那么有一个登山障呢 会相对会比较安全 我有一次在这个附近写生的时候呢 听周围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在前面还出现过一个熊 那么在这个周围呢 经常会看到一些路 成情绝对的路 一家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路 比如说有大的路小的路 所以说这些地方呢 野外写生的会碰到一些动物 那么有一些准备的会好一些 最后呢要介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专用的雨伞 在外面写生的时候呢 像今天好像是天还可以 但是刚才好像也下来了 这样专用的雨伞 这个专用雨伞呢 它是专门可以跟一般的雨伞不一样 它是可以固定在一个架子上 那么我专门准备了这样一个架子 这个架子就是固定这个雨伞 固定下这样的话呢 可以挡雨也可以挡太阳 有的时候在写生的时候呢 阳光照在画面上呢 色彩感觉会受到影响 那么好 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写生的工具呢 就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呢就是说 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拉车 这个拉车呢就是说 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面 全部拉在里面 就可以便于行走 包括这个车呢 好处就可以上公交 可以上地铁 甚至行走起来很方便 今天的工具的食物呢就介绍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加入到写生的队伍当中来 那么准备这些工具呢 准备的过程也是很快的 很有意义的 当准备好所有的工具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 选择写生的方向和景点 好 祝大家写生快乐 再见